请问你们全部进去吗 因为我全部进去 你们只要记得我们是 一个星期前 美国总统拜登才带领支持者 高喊参选到底 没想到之后就三度确诊 还在休养期间抛出退选震撼弹 我们开始这一段时间 专门的特殊消息 总统拜登刚刚宣布 他正在出发的2024年 拜登先在X平台上 发表退选声明 提到担任大家的总统 是他毕生最大的荣幸 尽管有意争取连任 但他认为退选并专注于 履行剩余的总统任期 最符合民主党和国家的利益 抵不住前中原议长 佩洛西 欧巴马等大开的劝退 重要金主也纷纷施加压力 拜登在养病期间 左思右想最终做出退选决定 而这个想法一直保密到最后一刻 据报道联副总统 贺锦丽都在退选信发表的前一分钟 才由拜登致电告知 白宫幕僚长还有整个竞选团队 也是最后才知情 拜登退选消息很快占据国际媒体版面 各国元首纷纷发文向拜登致意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感谢拜登在史上最细剧的时刻 帮乌克兰阻止俄国占领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放上两人合照 称赞拜登用爱治国 英国首相施凯尔也尊重拜登 基于对美国人民最大利益做出决定 不过说到拜登的退选 一位潮年力挺民主党的CNN资深评论员 一度语代哽咽 相反的当川普第一时间得知拜登退选 还是没有半句好话 川普还说现在如果换成贺锦丽更好对付 但根据CNN民调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 贺锦丽至少缩小了民调差距 拜登因为确诊在家休养中 预计本周稍晚才会发表演说 向全民交代自己的决定 不光是辩论出大包 先前北约峰会拜登还误把泽伦斯基叫成普钦 不久前更曾忘掉国防部长奥斯丁的全民 改叫他那个黑人 拜登从政长达50年 这次退选也成为1968年詹森总统之后 首位放弃竞选连任的总统 美国时代杂志闪电换上新封面 这次拜登已走出框外换成贺锦丽走上场 尽管这代表拜登政治生涯可能告一段落 但最后一刻不恋战权力的做法 还是获得党内好评 认为他展现无私 做了正确但艰难的决定 点新闻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